Hello, 大家好, 我是旋旋 在城市習慣了快節奏的生活 有時候都真的想晚下來休息一休息 而惠州有一間富有歐洲色彩的度假酒店 在這裡可以讓你感受到奢華和寧靜的地中海式生活 這次就跟我們來看一看 這間惠州黃庭面度假酒店 跟著我走 一走進來, 整個大堂給我一種感覺 嘩, 大, 真是非常大 休息區更多 你可以坐在這裡拍照打卡 又可以喝口水, 美容養 或者坐下按摩椅 可以消除坐車的疲勞 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坐著這裡這麼舒服的休息區 感受著這裡這麼有古典氣氛的大堂裝修 看看旋旋都差不多睡著了 喂, 不如回上房休息好了 現在帶大家體驗我們這裡的客房 大家跟著我來吧 一到房間很歡唱 好大, 還有一張大床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會非常舒服 而且聽我們下房的同事說到的 我們用的是睡眠的料 所以我也很想體驗一下 坐在床我覺得非常吸引到我之外 還有一幅非常精美的歐陸風情的壁畫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我們的沙發 顏色都非常精緻特別 而且都是勾食的一個風格 到了這邊 我們還有非常之歡唱的辦公台 在這裡上面會有我們酒店的資料 還有可以有到的點餐服務等等 接下來就要看看這間房間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這裡的露台美景 可以讓你欣賞到一個極次意大利的特色小鎮 你可以在這裡看看風景 也可以在這裡享受一下、享受一下 聽說這裡的設計靈感是來自於 意大利的一個波斯塔諾小鎮 真是別有洞天了 除此之外 房間、洗手間的設計風格 我都非常喜歡 既乾淨又衛生 休息了一會 旋旋又說想和大家玩一下水 既然要玩水 當然要做一下熱身運動 在泳池的旁邊 就是一個健身房 先做一個簡單的熱身運動 然後就過旁邊的泳池游泳 酒店的職員說 這個泳池是恆溫的 長期都保持著28度的溫度 這樣下水就不會覺得太冷了 如果你都想做其他補健的話 雞衣室裡還有一個桑拿房 焗一焗桑拿 可以讓你在這裡排毒養眼 休息一會 我們又是時候走一走 酒店裡還有一個秘密花園 很值得一行的 感受一下這裡的清風 欣賞一下優美的風景 又可以在這裡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完全令到整個人的心情都放鬆了 除了酒店的秘密花園 亦都可以走一下附近一個非常之出名的 葉挺故居 你可以去參觀一下 亦都可以了解到葉挺將軍 怎樣在抗日戰爭中對國家的貢獻 好值得一行的 行到差不多 又是時候回酒店探望一個自助海鮮晚餐了 酒店餐廳最有特色的就是這個 露天的BBQ 你看一下海蝦多新鮮 不僅如此 還有燒生蠔 羊肉 雞柳 茄子等等 旁邊還有一個鐵板燒 即場可以燒魚 還有煎一些扒給你吃 香味散發全場 來到我們的西餐廳 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們的海鮮肉 因為我自小在海邊長大 所以看到這些美食真的很好吃 有什麼呢? 還有豆豉 還有很多甜品 還有很多甜品 嘩! 嘩! 真的很豐富 嘩! 真的很豐富 嘩! 真的很豐富 嘩! 你吃不吃得完 享受這麼豐富的自助餐 入住這麼有風格的酒店 真的有點不捨得離開 如果你都想來感受一下 這麼有度假的酒店 那就快點來澳以下這幾個團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個讚 還有個鈴鐺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影片 就這樣啦 多久 potencial 自己做到你的影片 先在我們影片下方 還有點在影片下方 谢谢大家